嘿 劉甘兄 嘿 你知道嗎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網友 都在問你一些問題 我今天特別把一些網友的問題 拿出來想要請教一下你 好 你說嗎 好 第一個網友他叫做胖叔叔 他說你提出很多政策 那錢從哪裡來 這個錢當然是大概一年 有將近一千億的預算 那如果說老人健保 18億左右加上午餐 大概是26億 這些都不到3% 所以 以整個台南市的預算重新分配 資源的重新分配 輕而易舉 不會造成很大的財政問題 另外一個網友他叫洪彪明九 他說台南市政府真的有這麼多錢嗎 他每一年的預算就是這樣的生活 一般人可能不理解 他覺得台南市財政很差 其實六都裡面 台南市的財政 算不錯的 台南市負債大概五百七十八億 那高雄市的負債已經兩千九百億了 你看他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台南市還可以做得更多 那有另外一個網友啊 他叫Eason 他說你做的這些政策 無謂無謂 無謂他真的就投給你 我跟你講 滾住一間一間 消靈千元不用 我們想過的 整理過的政見 才跟大家發布 如果一年以內這些福利政策 如果沒有落實實施 我立刻辭職下台 好那有另外一個網友叫OK啊 他說人口數越來越少 就看一下你要編列這些警察 人員配置要從哪裡來 人員配置就是一般人口 我們的比例已經算低了 我們訂的是在85年或86年來的時候 訂的每350個人配置一個警察 台南市的編制應該在五千三百五十位警察 那現在大概只有四千四百位 所以少了快將近一千位 匡列這些預算以後 警政署他幫你訓練 最後把這個原額撥下來 治安是要靠投資嘛 你不能讓警察超勤過勞 然後拿命去換治安的程序 這對警察不公平 那有另外一個網友叫施西元 他看了我們那個夜市的影片 他說 我們想知道庶民美食台南小吃 可不可以多介紹一點 很多啊 全城都有很多庶民美食 可是可以的人 特別就是覺得 你的鄉親比較銳切 又親切 所以你來逛夜市呢 就會覺得說 距離就特別近 尤其是美食飄鄉的商家 什麼都好吃 人家說給人家喝起來 你也吃起來 嗯 嗯 所以吃飯的時候 為什麼要一個人做會吃 你自己一個吃 就比較好的商店 才尤其就比較好吃 那有一個網友叫 歐手工人 他說龍丹兄 他說加油 他是安平人 他們家族有二十幾票 都要投給你 喔 感謝感謝 歐手工人你好 那有另外一個網友 叫Steven 然後他說啊 國民黨最欠缺的 就是團結跟改革 還有栽培年輕人 先進的思維 每一件事情都會有 每一個不公平的面向 我認為國民黨 確實應該 給更多的年輕朋友 那我們來陪子彭 我包括不同黨派 我都認為 讓年輕人多多參與我們的 公眾事務 所以其實黨派不重要 重要的是鼓勵大家 年輕人他思考的 比較靈活 他活潑 他會帶來一種新的活水跟活力 新舊的衝撞當中 這個城市就不會浮誇 那有另外一個網友 叫Ross Fiona 他說如果不是 留幹那些 把那個六都老人健保的事情 說出來 他們都不知道 原來六都中 台南是這麼低等 我們把這個差異性 拿出來比較 大家在比幸福感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長輩 覺得環檢化了 終老在此 守護這塊土地 守著餘溫 守著農田 有辣不辣肉 那我們這次做了比較 他們確實有感 他們也願意 在這一方面 做一次改變 那有一個網友叫華 他說之前龍介兄指控黃偉哲 那下後來怎麼樣了 也告啦 告了 檢調也不願意辦 那他這樣一脫 然後再下一次傳訊 大概就選完了嘛 那你怎麼辦 檢調不願意動 我們就很遺憾了 好 那最後有一個 林冠宏的這個網友 他說每個民進黨縣市 縣長都被列為五星縣長 他說真的五星是用錢買的 就有嘛 有一點點這種味道 那還有一點就是 紮錢靠宣傳 林毅覺得你宣傳 可是禁不起 我們把它拖破 像我們昨天 那明蛋的主播 你說銷售一空 我就帶你到現場去看 很少有人這樣 要去給人家賭槽 那我就是那個人 不要說話 那你誠實以對 這樣才能跟農民 庶民 庶民 勞工 同甘苦 是不是 如果你不能跟基層這些朋友 同甘苦 再上位者 一點價值都沒有 哇 今天留在那裡回答了很多問題 哇 可是網友的問題更多了 希望大家提出更多的問題 你的問題也許就是整治台南市的一個 新構想 對台南市這個城市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建言 我們會會整 我們也會找時間來跟你回答